再来讲到有关Python如何处理外部档案的问题 其实在Python里面我觉得它的读档跟存档都非常的简单 程式真的少到让我觉得惊艳 所以如果你用了Python之后 你可能在用别的语言 就觉得哇别的语言怎么那么麻烦 那当然写的方法不外乎 第一个我怎么把档案读进来 那这个语法其实也相当直觉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们第一个 这个档案其实就在根目底下 在这里这边 那所以我要读取的话呢 我这边我先把这个先开一个空白的档案 那首先的话一般习惯前面加一个这个变数 习惯用F啦F变数 等于后面呢利用Python内建的一个方法叫open open其实顾名是一把就开档 那open后面瓜谷你只要带两个参数给他就可以了 那他也会跳出来啦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你那个档案名称叫什么 那因为我放在根目底下 就他旁边所以不需要给什么C棒号斜线那些的 我直接跟他讲说 在我们这个模组的旁边有一个叫en区 记得哦 副档名也要哦 点tst OK 就是这个档 所以你们要确认一下 我怕到时候你那个档案没打对哦 那当然就一定开启失败 这个档哦 帮我开起来到这里 然后呢 他把它开完之后放在前面 就是放在F物件里面 OK 所以F物件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就是一个档案物件 OK 然后呢 后面再来第二个参数 逗点 你要做什么模式 如果你如果要读取档案的话 那你就在这个加一个r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你就记得把它改w就可以了 w就写嘛 write 那r的话就read 有没有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还蛮好记的啦 那顶多未来会有第三个参数啦 不过现在这个地方不需要 第三个参数就是编码方式 也就是如果你编码方式用UTL8 你可能要另外跟他讲 哦我的编码方式是UTL8哦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存档 反正就是都在这个记事本里面 他预设就是微软的ANSI 那就不需要 所以两个参数哦 应该还蛮好记的 那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知道 里面的资料 把它读进来了 所以哦 我们接下来的话你就print 其实就可以print了 print了 print了什么 把那个F物件里面的资料 帮我读出来 所以F后面加一个read 就是read 啊其实read之外 比较常用的除了read之外 还有readline 顾名式就是读一行 readline 就是读所有的行 所以基本上 读取的模式 读取啊 就r 读完之后 他把它放在F物件 然后呢 F物件里面呢 基本上常用的 会有三个方法 读全部 就是read 所以我们用read 好了 read ok 后面自动会帮我加小括弧 好 那直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两行 就可以把档案读出来咯 执行 那你会发现 这个档案呢 他就很快的 帮我把什么 这个eng.tsc 读进来之后 帮我print的出来 就是这一些 那问题来了 那我们希望 刚刚那个手动输入 其实输入在串列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读进来 因为读进来 它是一串文字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把它切割 切割的话 因为它中间加空白 那切割完之后呢 帮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串列里面最好 所以哦 如果你要切割之后 再放在串列 就有点像是 如果以Excel的角度看的话 就有点像Excel里面 类似像这样 Excel像这样 那如果Excel你要把它切开 有没有有个 资料剖析嘛 那资料剖析的话 你给它符号叫 这个 痘点 然后按完成就可以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每一个资料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在储存格里面 那同样的方法 在Python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Splitter Splitter的话呢 作用也是一样 其实如果知道剖析 假设你用英文版 我印象中好像它那个 英文名称叫Splitter OK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做出 跟Excel一样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 在这个程式里面 也许我先把那个 S 建一个S物件 把那个Fread得到的东西 先帮我放在S里面好了 然后所以这个S里面呢 基本上就放这一串 放在S里面 那我S里面 我可以先怎么样 把它做切割 所以切割的话 是S点 这个物件里面的话呢 所以你点下去 它里面会有个叫Splitter 所以你打一个S 你那样应该会有提示吧 有没有 Splitter Splitter 应该这个 第一个就是了 Split Splitter OK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Splitter 然后Splitter的部分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按照什么来切割 我要按照豆点 所以你就在里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豆点就可以了 好 那它切割之后 它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串列 这个叫串列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如说呢 你要去得到这个串列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 你就直接在这个前面加一个串列名称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那个串列名称叫什么 叫Splitter 所以你就不用再建一个空的串 空的那个串列 你就直接把那个Splitter OK 等于有没有 放在这里 它就帮我把那个切割完的 这个资料 放到Splitter里面去了 OK 你想说老师 我需不需要Splitter等于空的串列 也不用啦 因为反正它就是串列 放进去就OK的 你不用说多词一曲 OK 你做也不会错啦 如果做得得多余 那你用append也不需要 因为反正哪一个就是一个串列 它放进去就是一个串列 OK好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先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print print出来看看 看看它是不是放在一个中瓜符里面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它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就是把它read的进来 所以R模式 这个档案给它 它产生一个F物件 然后用F物件里面的read的方法 读到这个串列 那串列呢 利用这个串列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Splitter Splitter按照什么去Splitter 按照Dot点 它就帮我把Splitter的结果呢 放在串列里面 我把它print出来 在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切割了 有没有 那放在哪里呢 所以呢 这个Score 它基本上呢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中瓜符 然后呢 里面的话 就放所有的成绩 但是 会有个问题 里面的话呢 诶 有没有发现 豆点前后的资料 它多了单引号 当然在Python里面 单引号跟双引号 左右是一样的 就是文字 诶 可是问题来 如果你将来 你要加总的话 Sum 有没有 它说文字怎么加总 所以不行 那怎么办 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全部转换成整数 INT 那问题来了 你想说 诶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变INT 你直觉会想说 诶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在外面 报一个INT 如果你执行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会跟你讲说 嗯 TypeAir 为什么呢 因为 我INT只有一个变数 我只能帮你转一个 但是你给了我这么多个 我没有办法帮你转 所以意思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转的话 你必须一个一个读出来之后 然后我一个一个帮你转 你不能说一次就给我 然后叫我一次就做完 不行啦 你要一个一个给我 我才有办法一个个帮你转 OK 所以呢这个地方 要怎么样转换成那个INT 那后面其实就简单 如果你转INT之后 你就可以 算几个人 总分平均 最高最低 就可以OK了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要怎么转 这里的话需要什么 跑个回圈 把所有资料抓出来 再转转完之后 塞回去就可以了 这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档案读取跟资料切割 成一个串列完成 那跟各位讲 这一段很重要 因为未来 如果你从外部读取档案的话 通常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熟悉的话 以后就简单了 读档 然后再看你要做什么 甚至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有个范例 就是说做那个档案的合并跟档案分割 比如说我有一堆档案 那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档案 怎么做 对不对 当然Python很简单 就读 然后再写就好了 读就是R模式 写就W模式 所以其实在Python里面 读档跟存档都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把档案做合并 那怎么做分割 也一样 这后面我们会带其他的案例跟各位讲 所以这个单元主要是 第一个串列 第二个是档案的 这个读取 读写的部分 好热 好热 你 这